13. 蘭州神報 戶指番綠A股反彈力度明顯減約兩市成交穩步放大作總量超過1.3萬億元 2015年7月15日財富股市AII 14本報信據新華網報導 暫別連續數個交易日的全面反彈 14日滬芯股市走勢分化 上證中止率先出現1%以上幅度的回調 在市場情緒逐漸穩定的背景下 兩市成交穩步放大 總量超過1.3萬億元 當日上證中止以3958.37點小幅低開 早盤上摩4035.43點後開始震盪回落 午後觸及3855.56點的全天低點 此後胡子喜穩回升 尾盤收報3924.49點 較前一交易日跌45.9點 跌幅為1.16% 深淨城止延續紅盤 收報12728.51點 將114.36點 將幅為0.91% 倉業板指數反彈力度也明顯減弱 將1.6%以2726.05點報收 互深兩市超過1400隻交易股票上漲 明顯多於下跌數量 不計算SG個股和未股改股 兩市近900隻個股漲停 行業板塊延續分化表現 前期表現強勢的建築工程板塊出現在跌幅榜首位 且整體跌幅高達於5% 勸商保險 煤炭板塊跌幅也超過了3% 綜合類 貿易服務 傳媒教育 造紙印刷等板塊漲幅居前 在前一交易日基礎上 互深兩市繼續放量 分別成交8301億元和4920億元 總量超過1.3萬億元 證監會確認負爭罪 只核查馬雲稱 筆炒股已經好多年去年被阿里巴巴收編 一度是 股市長寵兒的爭罪 指 一朝之間被推至封口浪尖 有傳聞稱 此次股市暴跌的源頭來自洪洲 而爭罪 只開發的HORMS系統 正是導致牛市崩塌的罪灰禍首 證監會新聞發言人鄧果十三日晚間稱 證監會已於十三日組織 稽查執法力量負爭罪 指股份有限公司 合查有關線索 監督相關方嚴格執行證監會的相關規定 爭罪 指十三日組間發布公告稱 積極響認關於清理整頓違法從事證券業務活動的意見等 相關監管政策的要求 主動配合監管部門的各項工作 努力維護健康的市場秩序 爭罪 指在公告中環特別說明HORMS 只是一個為私募基金開發的技術工具 公司於2012年5月正式上線HORMS金融投資雲平台 其目的是為適應讓光私募等中小資產管理機構 提升投資交易管理和風險控制能力的需要 各類機構利用HORMS進行業務管理 必須首先確保其業務本身符合法律法規和監管政策要求 由於增禽暴位於杭州 有餘倫將矛頭指向了馬雲 馬雲13日下午法文表示 自己最近一直在全球出差根本就無下關注股市 自己也已經不炒股好多年 據北京青年報